7月23日12时41分 南海之宾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在长征5号摇四运载火箭撕裂长空的轰鸣 和数万民众的欢呼声中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开启问天之旅 发射当天 来自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准高三学生曹宇明 与同学结伴 背着天文望远镜和相机 特意来观看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原本呢这是一台正常的天文望远镜 那么平时呢都是看心性的 但是这次来之所以把它带来 就是因为它的焦距很长 通俗的讲就是放大倍率足够大 所以能看得更清晰 而且我这回带一台相机 就特地来拍火箭发射录像嘛 留个纪念就是 来自甘肃省的罗如霄 今天第一次拍摄火箭发射 即使自己的家乡离九泉很近 但也未曾去现场看过火箭发射 他和朋友当天早晨七点钟 就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附近的 海边沙滩观测点位 希望拍摄火箭拖着长长尾巴的精彩瞬间 我的预期是我拍一张长曝光 长曝光是火箭拖着长长的尾巴飞向天际 还有我带了一个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拍火箭发射的瞬间 这是我的一个预期 对这次天文发射行动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这次天文问天成功 在以后长达一年的飞行中 能够披荆斩浪 勇敢前行 飞向火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学生丁佳怡 自称是一名航空航天轻度发烧友 也是第一次现场观看火箭发射 他和朋友一起辗转千里 于发射当天凌晨两点抵达海南文昌 目睹火箭发射的全过程 对于人类探索火星 丁佳怡也有自己的梦想 天文来源于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长诗 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 在南海之宾长时间的掌声中 天文一号带着中国人的历史传承和人类的期许 开启约七个月奔向火星的旅程 天文二号带着JC 天文一号带着 栏火箭发射 注决